美国国会议长迈克约翰逊 这个月在华盛顿智库 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 成中国为首的轴行国家 正在以各种方式 威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习近平初期2017年度 驻外使节工作会议时 曾提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有分析指出 习近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的就是要建立 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那么中国到底想要 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呢 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飞林 在美国之音装访文章 美中秩序之争 究竟是真什么 宗指出 中国想要建立的国际秩序 是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的 中华秩序式的世界地位 也就是一个权力中心号令一切 不见得是西方的殖民式统治 也不见得是中国过去朝共事的统治 但总体上一点 就是反现行国际秩序 以中央集权一个声音 一个权威来取代各国 分权分立 相互竞争 这样一个局面 王飞林认 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 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 进入和繁荣 与现行国际秩序密切相关 不可能在任何其他的国际秩序下实现 但是中国统治者 想要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证据 也不胜美举 这就说明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其实并不一致 中共政权从骨子里看 并不是为了中国人民而做什么 国际上的事情 而是为了政权的需要 政权最终的目标 是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 中华秩序式的世界帝国 那样 它就最终安全了 中国政府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诉求 与其政治制度组成结构有关 王菲林说 在人类历史上 几乎所有威权独裁政权的统治者 最终的梦想 都是成为统治世界的霸主 就是天下一统 而你考察历史就会发现 建立世界大帝国的中华统治者们 最后的结局都很悲惨 但是他必须要这样做 就像被诅咒了一样 新轴心 内斗更惨酷 中国重塑世界秩序的关键一环 在于加强自己的朋友圈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在7月8日的哈德逊演讲中说 今天我们不像苏联时期那样 面临一个敌人 而是到目前为止 幸运的是 我们还没有看到一种新的 如二战时期的三国同盟 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国家 公开结盟 抵抗美国 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威胁网络 我们将其称之为 中国领导轴心 由俄罗斯 伊朗 朝鲜 委内瑞拉 甚至古巴的伙伴 政权组成 王菲林认为 北京打造的新轴心 只是为了满足 反美的意识之需 独裁政体之间 不可能存在 持续的平等伙伴关系 莫斯科 平南 德黑南 未来不可轻易顺服北京 他们之间为了定出 一个中心 必将有一个摊牌 而这种内斗将更加的血腥和残酷 王教授说 就像中国过去也发生了很多次 就是几个骑军的领袖和造反领袖 一开始联盟起来 把旧皇帝推倒 推倒以后 他们之间的屠杀更残忍 更野蛮 因为他们一定要决定谁是真正的老大 多重新的威权体制是不可能的 王教授认为 中国共产党利用专制制度 集中了大量的资源 结合中国廉价的人民物力和西方先进技术 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 推行自己的国际战略 有可能造成落后制度 战胜先进制度 把人类的文明往后推 共产党的优越性 会带来中国和世界的次优化 王菲林强调说 所以西方也好 全世界也好 包括中国人民也好 真的必须付出全部的努力 关注美中博弈 才能避免成为中国政府的牺牲品 以上是王菲林教授访谈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想成为世界的霸主 建立中共主导的国际秩序 但问题是你想想可以 但真要做世界霸主 需要实力 中国有这个实力吗 正如拜登总统所言 之前很多人预测中国的经济体量 将超过美国 但现在还变成了现实吗 这不二世界三中全会也开完了 公报上网 中国的股市是不断的下跌 但这也是必然的结局 因为改革强化独裁 独裁 逼使 经济 这就是中国的疏离 经济学者 陈小龙先生在文章 中国改革强化独裁 独裁逼使 经济中指出 习近平走上个人独裁的道理 对中共体制而言 本来就是一种制度上的避难 因为改革会强化独裁 习无法承认的一个事实 抓贪官这件事 在习和官员们之间 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 不停的抓贪官 只不过是延缓 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 却无法终止 贪官们继续掏空 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 同时又逐步积累起 党内对习的严重不满 越是这样 越促使习坚持个人独裁 不斗下去 习本能和中共政权 就会垮台 但不断的抓人清洗 其实是习在和整个官场作对 习近平走这条路 就是今天来自今后 中国经济社会问题 越积越多的根本原因 因为独裁者一人装弹的结果是 政策制定越来越短视 而且越来越极端化 目前中国财政危机 银行危机 养老金危机 失业高潮 中共点栏 中美冷战后 国际关系恶化等等 都是习近平当局的决策和政策错误之下 不可避免的后果 所谓政策 所谓政策极端 就是为了解决短期的难题 就不顾后 强行推行错误的政策 比如把财政危机 转嫁给银行系统 因此必然造成 中长期无法挽回的经济社会 后果 过去15年来 中共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 以及四年前点栏中美冷战 是其内外政策的两大要点 前则造成了今天一系列财政和银行的困境 后则造成了中共的国际关系彻底恶化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 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 一些政策显然错了 有必要展开决策圈的讨论 哪些政策错了 错在哪里 该不该纠正或改变 这当然就要质疑 坚持现有路线的独裁者 显然现在中国要推翻现有的政策 再度实行改革 因为原来的方向和政策错了 必须改变 但是中国现行的政策 能改得了吗 首先在习已经形成个人独裁的 高层领导模式之后 谁能比习浪布呢 政治上现在中国并不存在 重建所需要的政治环境 中共官媒辞职三中全会之后 强调改革不是改向 变革不是变色 这就是习近平给当下决策圈和各级官员画下的圈子 要求官员们不得出圈 政策和体制方向不改 自然不会有真正的改革 而对既有政策的小修小补 当然解决不了经济的结构性困境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推行以来到现在 真正需要改变的已经不是经济制度架构本身了 而是需要改变政府介入企业经济活动和经济军事化的传统 这就只能靠政治改革了 事实上 其实政治改革解决不了经济的困境 就像当年苏联晚期一样 今天在中国 其实并没有多少可以改变制度方向的探索 能够实行了 这样的情况下 所谓继续推进改革就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借改革昔日的虚名罢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还能在改革现状下的政治经济体制吗 答案是不可能 为了防堵官场和民间的普遍不满 独裁者会不断的强化 对官场和社会经济的专项控制 杜绝高层失控 因此中国就没有办法纠正 高层政策错误和结构性困境 所以结论只可能是独裁逼使经济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观点 中美秩序之争 其实是习近平想建立 中国传统的天下意图 中华秩序式的世界地位 但问题是你有这个能力建立吗 你能超过美国的实力吗 三中全会的改革不是改向 变革不是变色 就决定了中国走不出 改革强化独裁 独裁逼使经济的死循环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幕志愿者 李宗监